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先后来到总参通信某团长途电话站和北京军区某部 亲切看望慰问部队官兵 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 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节日的祝福 隆东的北京处处洋溢着迎接新春的喜庆气氛 上午九时十五分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和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的陪同下 来到长途电话站机房看望话物女兵 长途电话站是全军话物通信的中枢 几十年来 他们始终把全心全意保障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顺畅 作为建战之本 做党和人民靠得住的传领兵 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 向同志们致以臣致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谢谢 这是战士们制作的手工剪纸 我们把它献给您 我们给您拜年了 新生快乐 胡锦涛赞扬长途电话站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先进集体 长期以来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建战育人 不断提高通信保障质量和服务水平 特别是在去年完成抗震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 为保障通信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勉励大家牢记肩负的使命职责 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大力加强业务技能训练 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随后胡锦涛来到化物管理中心机房 当站长王洪霞介绍说 这里可以和全军每一个边防哨所通话时 胡锦涛立刻让他接通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电话 你是万云州连长吗 报告主席 我是神仙湾边防连连长 我云州 我是胡锦涛 我在北京和你通话 你们辛苦了 谢谢主席关心 你们 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 所谓的祖国的边防 当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 都牵挂在你们 你们现在 能够每天都能吸上氧吗 是 所长 上级给我们安装了军氧机 现在受抢 可以自己制氧 氧气接到了班里 通到了床头 官兵随时可以吸氧 听到这个信息 我很高兴 很快要过春节了 春节你们能吃上饺子吗 能吃上 春节期间 能够给家里面通话吗 电话 通到了每个班 可以通上电话 而且全军阵工我 也通到了班里 听到你给我介绍的情况 我就放心了 请你啊 转达我对你们全联官兵的亲戚问候 祝大家既然愉快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谢谢主席 我代表我们全联官兵 向主席拜年 助首长 身体健康 请主席放心 我们一定 弘扬卡拉库的精神 践行当代军人 核心舰势官 用忠诚守编法 用激情战事业 是威嚎祖国的西大门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好 再见 上午十时时分 胡锦涛在北京军区司令员 房峰辉 政治委员 胡廷贵的陪同下 来到北京军区某部 观看部队的训练科目演练 这支部队组建十八年来 先后圆满完成九十多次重大训练演习任务 三次荣立集体二等功 连续九年被评为全军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我代表党中央 中央军委 向同志们 并向全军和武警官兵 民兵一笔一人员 自以新春的祝福 走出训练场 胡锦涛来到二营四连二排四班宿舍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 胡锦涛一直关注基层官兵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提高政治素质的情况 在与战士们亲切交谈中 胡主席关切地问 不久前军委提出要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战士们齐刷刷地举起手 胡锦涛语重心长地说 像你们刚才讲的那样 忠诚于党 热爱人民 报效国家 献身使命 崇尚荣誉 这二十个字 概括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培育好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不仅对于部队建设有长远意义 而且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进步也非常重要 希望你们在部队日常的学习工作训练和生活当中 要认真的实践 自觉的培养 使其成为我们每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深情的关怀 殷切的期望 必将激励着全军广大官兵 全面提高旅行新世纪新阶段 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 在新的起点上 推动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 向共和国六十华旦献礼